逆 超越大天 白鹿居然真是白痕转失 特别十经验 转发五经验 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五教做出更好的内容 顺便点赞 还能在想的角色 记载一波抽塔欧气 三天端中五教 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星球铁刀最强动略 七百年前白痕为旧隐月静流 用黑洞与风脑令死 疏忽同堆与静 之后三封火同隐心 利用化龙面网法和疏忽 尸体复活白痕 结果不朽之力 利等风脑自己在龙河中失去了痛质 附近硬心被疏忽污染 变成了不时猎物 还把白痕转失成恶龙 造成隐月之乱 静流未有得两人插屁肚 主动堕路魔鹰换取力量 再来宰杀猎龙 让他变成百路的龙蛋 所以人有五名代价有三 含义就是 隐月付出了身败名裂 转失还得继续卑多坐牢的代价 不但付出了变成猎物 求死不容的代价 静流付出了堕路魔鹰 滥杀无度的代价 静流虽然没有参与隐月之乱 给我付出代价 但他反而才是最惨的 不仅自己人导死时 他被全程满在独立 还为罗浮收拾这一地的赖摊子 长压整整七百年 甚至同行李被自己的师傅算计 他得套着花心穷可以盗窃 那真的我吐死 你看静流现在连自己养的狮子 都还记不起来了 不会真的要堕路魔鹰生了吧 假如静流现在退休 浮宣当上将军 那么罗浮阵容就变成 单市长白鹿 泰姆大人清雀 云七小卫树伤 还有剑手燕青 话说苏夫的疯劳之力 明明能让硬心环老环童 却特意没有治好他的双手 所以苏夫是真的记了 还是说像幻龙一样附在任的身上 等着某一天东山再起 再次导死呢 大家觉得呢 这里当然也要做所有 三年端住的兄弟们 都能单抽筋 抽到自己想要角色的装罪